总感觉自己是这个故事的主角 是个英雄 但其实到时候来这就发现 自己什么都不会 来这之后就发现自己 没有那些天马行空的想象 有的只有自己踏实干 从天马行空到踏实肯干 在聊起参军前后发生的变化时 当兵三年的武警战士叶晨阳这样总结道 日前 记者来到武警江西省总队 赫州支队锐金中队 用镜头记录下90后武警战士 叶晨阳的军营成长记 谈记入伍之前的生活 叶晨阳用幼稚一词形容 那时候的他生活懒散 脾气较差 跟父母经常发生争吵 和朋友一起出去 然后喝了点啤酒 然后就情绪感激动 然后就夜不归宿啊 结果到后来 搞了父母 就是大半夜出来找我 比较担心我了 大半夜出来找我 因为那时候父母就怕我出什么事情 高中毕业后 叶晨阳在父母的建议下报名参军 出入军营 过惯了养尊处优生活的他 非常不适应部队中 艰苦朴素的环境 后来随着时间退移 在其他老兵的影响下 叶晨阳也慢慢发生着变化 班长就自己轻轻动手 说这个卫生该怎么搞 那个卫生该怎么搞 然后自己慢慢地 进下心来 确确实把这卫生搞干净了 然后等到新兵下队之后 然后轮到我 叫他们搞卫生 然后他们也有那种表情 那一瞬间就感觉 好像自己看到自己当初影子 然后那一瞬间感觉自己 长大了 变成一个老兵的 不再像以前那样子 部队服役的过程中 叶晨阳说 自己对帅的理解 也悄然发生着变化 叶晨阳在军营的成长 父母也感受得到 从过去的浮躁 莽撞 到如今的踏实 稳重 儿子三年间发生的变化 也成为他父母 现在最常和旁人 说起的话题 採访最后 叶晨阳告诉记者 现在的自己 已经喜欢上这身迷彩的颜色 对于未来 踏实做好军营里的 每一件小事 是他给自己定的目标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